接下来我们要来讨论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课题 叫做大型专案 各位也许会有听过就是Project 微软公司的Project非常非常的昂贵 那在这里面呢 Office 365也提供了一个大型专案的建制 怎么做到呢 怎么让制作一个专案 那我们首先要先认识一下专案到底是什么 专案在这边我指的是指说 它会牵涉到一个很长很长的计划 里面会有牵涉到很多人做很多事 然后再来就是说这个专案的目标 我们要先设定好 设定好之后呢 我们会有一些那个减合的机制 例如说从8起然后到规划 然后执行最后结果 然后当然最终的目标就是要达成专案的目标 所以在这里面呢 我们应该要来去思考就是说 在这控制的过程啊 会有不断的 例如说修正 还有就是 有一个专门负责专案的专案经理 来去监督 每一个工作是否都顺利的去做到某一种程度 那首先呢 我们就先新增一个网站来专门介绍 就是说大型专案的制作 所以如何去新增这个网站呢 当然就点选到网站里面 然后去新增一个网站 然后架构这个网站 架构这个专案的网站呢 主要就是收集我们所有这个相关的人员 设备事件时间会议新闻等资讯 那复习一下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地方啊 除了专案型的网站 我们也可以建立网页型的网站 还有小组网站 那这边我们先就是专门介绍的是专案网站 所以第一件事情呢 我们就到了那个网站以后 我们就点选新增 来去建置网站 接下来呢 针对这个网站啊 我们可以透过共用的机制 然后去设定给哪些使用者 好 例如说点选共用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在这个地方去设定 邀请哪些人 当然在这个地方 因为上课的关系 所以我介绍有一个人 叫做所有人 那如果说这个组织里面有十个人 这边我们就不用分别去打出 这十个人的名字 但是如果说这个组织里面 它有像我们学校有六千人 那如果我们打所有人 天哪 这个专案网站要动员到全校 那各位就要想一想 什么专案网站要动员到全校 每一个人呢 好 其实我倒建议各位就是说 如果这是一个大型的专案 那牵涉到的一个组织 或者是单位 这边还是以 以微软的观念来说 他会认为说 他不应该是把职务别放进去 而是把人民别放进去 好的 这种观念 来去做那个邀请人员 然后分别输入好这个小组里面 共用的对象之后呢 我们就点选共用 接下来呢 设定好了这个共用对象之后 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说 因为这个专案呢 他必须要有 可以让我们去建制工作 还有就是设定什么时候 要完成什么事的形势力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会去增加工作 跟形势力的项目 所以一份大型专案 我想应该都会有他的工作 还有他的一个形势力项目 怎么做到这件事情呢 在这个地方如何增加工作 跟形势力项目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只要点选 就是新开的这个小组网站呢 只要点选再敢公吗 点选他之后 我们就会跳出这个视窗 然后当然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直接点新增就好了 因为他这边同时可以帮助我们 去增加工作跟形势力 你看本来这边是没有的哦 好 当我点了新增之后 我们左边这边就多了一个工作 还有形势力 好 那这个形势力呢 这个形势力 我测试的结果 他没办法跟 outlook的形势力 结合 这是我觉得很可惜的 但是那个工作啊 这个工作呢 我曾经 我真的曾经跟 小组网站里面的工作 我曾经真的跟 谁 跟outlook的工作结合 但是 在今年的六月底 他又消失了 所以在这边 其实我觉得 实在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 不过我在想 也许我们可以透过SharePoint 来去完成结合这件事情 但这是我的猜测 因为真的之前 他是可以结合的 现在不行 我怎么测试 他都不成功 有兴趣的话 也许我们大家可以来研究一下 因为如果说 小组网站里面工作 他跟outlook的工作 一结合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去 在自己的一个桌机上面 因为我们是同步嘛 是同步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那个专案经理 指派哪些工作给我 我就可以去依照 哪些工作的一个 先后顺序 或者是未完成 该做完而未完成 然后这些都做好分类 我就赶快去做 我还没有做完的工作 那现在如果说 没有同步的话 就是小组网站里面的工作 他没有同步到outlook的工作 变成我不知道说 小组网站那边 有哪些工作 我必须要进去 我才看得到 好 那如果真的有同步的话 相信对每一个工作室 有很大的帮助 毕竟 我们在小组网站里面 看到工作室 每一个人的工作 这样的话 你可能可以想象一下 一个专案里面有 一千多两千个工作 这是很平常的事 然后到时候 你从上面往下慢慢去看 你还要直接在一个 很大专案里面去找 可能有时候会因为眼花 或者是疏忽而忽略了 真正自己的工作 所以真的 希望说有一天 他真的可以把就是 小组网站里面工作 跟outlook的工作 互相结合 这样子的话 在自己的工作里面 当然只会秀出自己的工作 这样找工作会更快速 好 那在小组网站新增工作的方式 当然我们就点选工作咯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把这些工作内容 全部都列出来 然后设定好 这当这些工作都是专案经理的工作 他必须要把工作任务排好 开始日期 结束日期 然后还有就是 他有没有前置的任务 也就是说 有些任务他做完 我才可以接着继续做 或者是说 某两个任务做完 我才能够继续接着去做 还有指派给谁 那右边这边呢 我们呈现出来的是 是一个 就是 甘特图 这个甘特图呢 它其实就是横条图 可是它可以在时间上面去呈现 好 这也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甘特图 那在这边我们新增工作呢 主要就是说 把每一个工作项目透过新增 然后一项一项把它列出来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 去把这些工作列好之后呢 我们再去看有没有前置的任务 前置任务 例如说 我们这个协调开会时间 协调开会时间 然后呢 他的前置任务是内部会议 他内部会议 好 意思就是说 这一项任务 这一项任务 他是做完 这个这项任务才可以开始做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去看一下 那被分派的任务 会自动出现在自己的工作中 这边所指的自己的工作 就是指Outlook的工作 什么叫Outlook的工作呢 因为在专案小组网站里面的工作呢 他是列出每一个人的工作 各位刚刚已经看到 可是我会希望说 他能够自动出现在自己的Outlook的工作里面 就只有我自己的 好 例如说这些是我其他非常多的小组网站 然后呢 这边列出来的就是之前做过的小组网站 然后那些工作 例如说我刚刚开的这个工作 叫Office 365体验 他就会把相关工作直接呈现在这个地方 好 这都是只有跟我有关系的 跟我无关的 他不会跑到我自己的Outlook 然后接下来呢 在这个地方我可以 例如说拒绝 或者是针对这个教育训练 我可以打勾就代表说我已经做完了 或者是说标示不同颜色 例如说我标示成红色 意思是代表说 这个工作已经预期了 我必须要赶快做 但是我还没有做 好 类似这样子一个操作方式 那通常我们在这边我们就是点打勾 然后到自己的那个小组网站那边 专案经理会看到已完成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还是强烈的建议一下 就是说微软公司 如果有人有听到我讲的这一段 真的诚恳的呼吁一下 应该要把这个功能写上去 就是说小组网站里面工作 要跟自己的outlook的工作互相结合 您看哦 在我左边这么多 绝对不是我一个一个打进去的工作 好 我也不可能就是说 把两边打的资料全部都一模一样 因为你要一下切换到自己的小组网站 然后又有网络的问题 然后切换到小组网站之后 那些工作呢 看清楚是什么 然后接下来 我还要再回到自己outlook的工作里面 然后再把这些点选什么新工作 把它加进去 而且根本就不会被编辑到这个标签之下 好 所以各位 真的这些都是来自于 自动来自于小组网站里面的工作 期待有一天 它真的变成一个常态性的功能 就是说 小组网站的工作呢 要跟自己的就是outlook的工作同步 好 那在干特图呢 我们主要就是去看到说 这项工作 例如说中间一条黑线 代表说这已经完成 那如果没有黑线 就代表说 没有做 好 那它主要就是干特图呈现说 起气的时间 然后 只要是我这边开始时间跟结束时间输入好之后 我们就可以呈现这样子的内容 接下来我们来去看一下 如果说有一些很重要的工作呢 我也可以透过邮件的方式 然后寄给适当的人 这也必须要写sharepoint 不过各位可以想象一下哦 不写sharepoint其实也是可以 就是说 针对这一项工作选好之后呢 我们再去工作 工作里面它有工作流程 那工作流程就是可以去写这个会签 好 然后呢 我们也可以哦 透过就是 新闻摘要 就因为小组网站里面 下面它就有一个新闻摘要 我们就可以针对这个新闻摘要呢 来去撰写 这个跟工作有关系的讯息 记住哦 新闻摘要里面 我们输入相关的人 人民之前 记得要多打一个小老鼠 好 再输入姓名 例如说小老鼠 孙在阳 这就是指 我要去呼叫 组织里面的这个人 叫做孙在阳这个人 好 那如果说你今天 你要在这个里面放一个网址 就直接把网址贴上去 再做 一个小小的修改动作 这样子的话 我们在这个地方就可以产生 例如说超连结 然后方便让别人直接做一个 点选 好 这就是新闻摘要 主要就是说 留言 留跟工作相关的讯息 在任务的安排这部分 假如说我今天我是一个专案经理 我就把这一二三四四项任务 安排给中正达 然后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 看到哪一个的一个工作 新工作 然后接下来呢 针对这个工作里面 安排好给他 举例来说提供文件 你看在这边提供文件 也就是说在 我是专案经理 我把这个工作安排好 安排好之后呢 可以给谁 可以给那个 被我安排的那一个人 他就是在他的那个outlook里面的工作 可以看到 这个工作是指outlook 有看到 不是小组网站的工作 而是outlook里面的工作 然后他就可以看到说 来自于哪一个小组网站 然后接下来这里面 跟他所有相关工作 全部都列出来在这个地方 这其实就是一个任务安排 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非常棒的一个设计 好 你看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还可以针对文件 去看 比如说进行中的文件 或者是预期的文件 或者是已完成的文件 都是以当天 来当作是一个依据 来去划分工作 这对一般使用者来说 很棒的地方就是说 他可以知道哪些工作 已经预期了 他必须要赶快去做 或者是说 他有哪几项任务在进行中 他就可以赶快先去 安排自己的工作 好 这是任务安排的部分 那被指派工作的人呢 也非常非常容易回复处理的状况 比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直接点选这个打勾 然后或者是说 我们点选这个文件之后 进行编辑 然后去输入50% 而且这边的50%呢 在就是点选送出 点选储存之后呢 过没有多久 过没有多久 在小组网站 小组网站里面的工作呢 会同步变更为50% 在干特图的图里面 有一半 就因为这边是50% 那有一半那个图是完成 好 这些动作真的都在2015年6月之前 是通通存在的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大概从6月25号之后 就完全不存在了 好 那回复完所有的工作 例如说打勾打勾 全部都做完了 做完之后呢 如果我们点选这个进行中啊 好 就会变成空的了 因为全部都做完了 做完的工作呢 他会自动的放在 已完成 被归挡到已完成的部分 那工作实际上是没有消失 而是只是在我们的画面上消失了 好 然后再来 那专案经理呢 他可以快速的得到处理的状况 例如说他这边是不是得到了这50%已经做完的一个结果 然后这个图有一半有一半是黑色的线条填满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也可以把这些的任务啊 直接放到放到一个上面的形式里 放法很简单就点一下这个任务的选项钮 然后他就是新增到时间表 然后就加进去了 这边我们一定可以看到一条今天这一条线 然后呢 如果我们放上去的都是该做而未完成 我们就可以发现 就是今天之前是指这个区段 好 这样的话就不是很好了 好 意思就是说 这应该要赶快做完 但是还没有做完 好 那这是我们必须要赶快做的事情 那有这个时间表 工作放到时间表之后呢 可以方便我们去知道说 这些文件这些工作啊 他的一个进度 然后专案经理才能够适当的找 适当的人来开会 看是要去做那个人员的增加 还是说去做人员的调配 资源的一个重新的组合运用 然后在 他有一个功能叫做图说文字 图说文字的意思就是指说 我们把这一段 这一段 比如说拉出去 拉出去 好 感觉说 这一段 然后有哪些的任务 然后那个是属于哪一个主项目 再来就是说 例如说主项目是计划出 有这么多 然后用一个图说的方式来去说明 好 那这个好处的 这个好处呢 就是指说 我们可以把相关的 就是比较不好看的一个条列 然后变成一个 就是说 一个归纳整理好的一个结果 好 这就是图说文字的优点 然后去说明 他的上层任务是什么 而且我们最后 针对这些的任务 全选之后呢 因为他有一条 就是记录说 已做完多少的一个进度别 好 我们主要就是说 专案经理最关心的就是 哪些任务是该完成而未完成 就是预期的工作 好 他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去做一些统计分析 那汇出的方法 很简单 就是点选 所有的工作 就是在这个地方打勾 好 然后接下来到清单里面去选择 那个 汇出至Excel 汇出至Excel 好 然后接下来呢 你看在Excel这边 如果我们使用是2013版 记得右下角 他就有智慧型判断 说他建议的统计图表 例如说 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清楚看到说 已经完成多少 然后未完成有多少 或是预期的工作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他也可以去做一些其他的使用情形的一个统计分析 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例如说 那个11月5号啊 这边他有单独使用者几个 好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他都可以透过图表来去做呈现 那这样子一个内容 他叫做常用性趋势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去检视说 他的一个使用的状况 对方 是 对方